我有个三岁的弟弟 他眼睛大大的 好像总在想事 有一天 我正在刷牙 弟弟过来了 说 姐姐 你说话吧 我的嘴里都是泡泡 怎么说话呀 弟弟看着我的样子 就笑了起来 又有一天 我穿鞋出门的时候 觉得头发上有水 怎么回事呢 听见弟弟正大声地说 下雨了 下雨了 啊 是弟弟拿着一个杯子 正用手洒水呢 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的弟弟很淘气了 弟弟喜欢雨天 因为下雨的时候 他又可以玩水了 不会等到雨停 他就早早地跑到雨里面去了 妈妈总是叫他小心点 不要湿了鞋 可是这有用吗 回家的时候 衣服没湿就不错了 有一天我写作业的时候 发现我的橡皮上面有很多牙印 我想这一定又是弟弟做的好事 正生气的时候 弟弟来了 他还问我 姐姐姐 你书包里面的糖怎么不甜 这就是我淘气的弟弟 不过我很爱他 我有个三岁的弟弟 他眼睛大大的 好像总在想事 有一天 我正在刷牙 弟弟过来了 说 姐姐 你说话吧 我的嘴里都是泡泡 怎么说话呀 弟弟看着我的样子 就笑了起来 又有一天 我穿鞋出门的时候 觉得头发上有水 怎么回事呢 听见弟弟正大声地说 下雨了 下雨了 啊 是弟弟拿着一个杯子 正用手洒水呢 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的弟弟很淘气了 弟弟喜欢雨天 因为下雨的时候 他又可以玩水了 不会等到雨停 他就早早地跑到雨里面去了 妈妈总是叫他小心点 不要湿了鞋 可是这有用吗 回家的时候 衣服没湿 衣服没湿就不错了 有一天我写作业的时候 发现我的橡皮上面有很多牙印 我想 我想 这一定又是弟弟做的好事 正生气的时候 弟弟来了 他还问我 姐姐 姐姐 你书包里面的糖 怎么不甜 这就是我淘气的弟弟 不过我很爱他 不过我很爱他